这些生活小妙招 你知道几个呢 一 在扫把上粘上透明胶 这样扫地 地上的毛发 灰尘都会粘在胶带上 然后把胶带撕下完美 二 鸡蛋壳掉进蛋液里 不好弄出来 教你一招 手指粘上清水 轻轻一点 蛋壳就出来了 三 两端固定死之后 才发现插头落在里面了 咱们此时不用着急 不要野蛮操作 不要暴力减断 直接调整一下绳位 直接再做一个反向半圈 将电线圈拉出去 然后插头 从线圈中拽出来 从下向上 咱们这样双向一受力 问题就解决了 四 要想这种按压式的洗发液 外出鞋带不漏液 只要把吸管中的液体挤空 然后将泵头压到底 顺时针从左向右拧紧 给它恢复出场设置 再拧回平身 确认一下紧没紧 这回就不用担心会漏液底了 五 如果你在刷碗的时候 遇到这种情况 千万不要硬掰 这样会容易把碗打破 更容易把手划伤 正确的做法 是把两个碗放在水龙头下 让水进入到碗的缝隙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开了 六 家里的大米长期不吃 很容易生虫子 今天教你个小妙招 用几个八角和两片生姜 把它放进透气的袋子里 然后塞进大米袋子 就算你一年不吃 也不会生虫了 关注我知道更多技巧